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999集 拓森 同一时间,整个朱雀星的天空,几乎所有位置均都有这一幕出现 天空的惊变,立刻引起了凡间帝国的惊慌 纷纷呆呆地望着天空,身子颤抖不知如何是好 幸在这些从天而降的仙人,并未对凡间之人有任何伤害 而是刚一出现,就立刻远去 朱雀星上的本土修士自然也发现了这一幕 但却没有一人敢飞起质问一句 即便是那些修为到了化神,应变地修士,也丝毫不敢 那些一个个天空急迟而过的外来修士 即便拿出一个,其修为都是高深的让所有人心神颤抖 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几乎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人崩溃一般 即便是朱雀星上不多的问鼎修士,也是睁睁地望着天空,心神震撼 周五太神色阴沉,天空上那一道道长虹内 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他可以对抗 更多的则仅仅是气息,都会让他倒吸口气 所幸啊,这些修士虽说多方势力均有 但却没有人理会朱雀星的本土修士 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直奔,修摸海而去 整个天空几乎被那一道道密密麻麻的长虹覆盖 更是在片刻后,一个个巨大的阴影在天空上缓缓出现 远处天边的太阳,此刻也被一个庞大的阴影遮住 渐渐地,大地处于半黑暗之中 那一个个阴影赫然就是一座座雷仙殿的大殿 他们没有降临在朱雀星上,而是环绕在朱雀星外的星空中 毕竟啊,这朱雀星已然是半废弃 无法承受雷仙大殿降临时所掀起的天地波动 在这些阴影出现之后不久,则是一座座棺木从天而降 这些棺木有大有小,四周跟随着大量的修士 前行至修摩海的途中啊,自然会有修士 一眼就看到了地面上一座庞大的雕像 那雕像所在,正是云天宗 一个性格桀骜的罗天修士 看到这小小修真心上竟然见出了如此庞大的雕像 仔细一看啊,这雕像所刻之人有些眼熟 一时啊,也没思索太多 冷哼一声在路过之时,抬手间就要回去这雕像 但就在他右手将要落下的刹那 一个阴柔的女音在他身后传来 住手 这修士一愣,回头看去,沉生道 西子凤,你是何意? 那说话的女子啊,正是西子凤 她冷冷地扫了桀骜修士意,平静地说道 你仔细看看那雕像所刻,是谁? 说着啊,便不再去理会这修士 而是复杂地看了一眼那雕像 内心忧叹,远远地离去了 那桀骜修士皱着眉头 凝神像的雕像看去 越看越是眼瞅 片刻后啊,他脑中如雷霆划过 双眼猛地一睁,倒吸口气,失声 这,这是正品雷仙许墓 尽管罗天啊,已经取消了王林正品雷天的资格 但当年王林争雷仙的一战 其声微赫赫,绝非短短几百年就可以让人遗忘的 这桀骜修士头皮发麻 他可是知晓,这许牧,道号魔道子,杀戮滔天 远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况且毁人雕像之事 此刻想来也未免太阴损,无聊了一些 于是,二话不说,转身立即急驰而走 认出这雕像的呀,还有严雷子等人 更有诗音宗之人在一声声号令传递下 没有任何人再有破坏那雕像的想法 诗音宗,罗天,各方修真联盟 这种种势力齐聚朱雀星 在各自获得的信息下直奔修摩海 这朱雀星本就不大 在这些修士的吉池顺移中啊 很快就冲入修摩海 实际上,各方势力进入朱雀的修士并不多 加在一起不到七千人,他们是各方势力的第一批查探者 毕竟王陵给出的预见尽管可信度极大,但还需验证 更多的修士,弥漫在朱雀星外的星空中 彼此堡垒分明,静静地等待第一批进入者带回的消息 进入古神之地的所有禁止 在这第一批探查的修士眼中没有任何作用 一路势如破竹,直接临近 但就在这些修士冲过了碎星环外的禁止 来到了古神之地入口的瞬间 那椭圆形的光圈入口那样,立刻就有一声声撕立的咆哮传出 入口内进入古神之地的第一道关卡 那几乎没有尽头的漆黑深渊中 原本漂浮着一座座锥形的巨石 但此刻,这些巨石一个个轰然崩溃瓦解 下方漆黑的深渊中,一双双凶艳的眼睛骤然闪烁 这当年险些让亡灵丧命 雷蛙最早出现之地 此刻,凝聚了不知数量的凶兽 他们在静静地等待 修摩海内,古神之地入口光圈中 传出一声声咆哮 让四周的所有修士为之一顿 但却没有让他们止步 一个个修士一冲而出 直接踏入光圈之内 那无尽深渊中啊 当第一个修士身影出现的瞬间 一道鸿芒从下方漆黑深渊内一冲而出 在那修士刚要有所行动时 骤然间一股强大的赤红色电流 直接从下方闪出 瞬息间就落在了这修士身上 此人身子一颤 顿时就酥麻了片刻 但就在这片刻中 鸿芒临近却是一头长约万丈的巨大鸿芒 一口就把这修士吞噬 这一举动 仿若是一个掀起厮杀的信号 一声声咆哮 骤然而起 深渊内 一头头凶兽疯狂地冲出 与陆续进入这里的修士展开了生死之斗 一时之间 鲜血如雨 在这深渊之地挥洒 激起了凶兽更浓的凶艳 随着越来越多修士的冲入 厮杀之中 那引起天地原力的巨大波动 渐渐地惊扰了在这深渊至深之处 即便是当年的亡灵 也未曾探查过的地方 一个沉睡的存在 两道血红的目光 似乎可以穿透距离 遥遥地盯着上方那一群群修士 同一时间 在这古神之地内部 那一片血海中 一个巨大的锥形石块之上 那一头红发的拓森 手指在地面轻轻滑动 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慢慢地抬起头 猙獰的面部 透出一丝残笑 他缓缓地抬起右手 向着旁边狠狠地一抓 这一抓之下 立刻 托森所在的血海 骤然间就掀起了层层血浪 地面上的鲜血 剧烈地翻过 发出惊天的怒吼 在托森的旁边 血红色的天空 在这一刻更是扭曲起来 仿若有一股力量 要从其内冲破而出 轰轰之声下 漠然间一道裂缝 撕拉一声 在天空破裂 这裂缝足有万丈之长 在出现的瞬间 一股无法想象的杀意 仿若是被压抑了无数万年 第一次宣泄而出 使得这整个血海世界 为之颤护 一阵危压 从裂缝内不断的降临 地面的血海 都在这危压下 浪头不在 而是向着四周散去 渐渐地 阵阵闪电呼啸而出 弥漫在天空裂缝边缘 破森抬起头 眼中露出残忍之色 沙哑的声音 徐徐传出 王族圣气灭神谋 以无拓森之名 降临 此言一出 立刻那裂缝内 骤然间就有咆哮回答 电光急促闪烁下 只见一道鸿芒 从其内一冲而出 直奔拓森右手而去 被拓森一把抓住 这鸿芒挣扎了片刻后 却是停止了挣扎 化作了一杆 长约百丈的 恃红长矛 在旗上 更有一道流光灰舞 散发出阵阵 无法想象的气息 拿着死猫啊 破森嘴角 露出嗜血之笑 右手向前狠狠的一抛 但听轰隆一声 惊天动地的声响 这灭神谋一冲而出 直接竟然穿透了 这血色世界的天空 仿若把这天空都要崩溃 冲出了这血色的世界 死猫速度更快 连续穿透了古神之地 重重关架 出现在了深渊之处 急速太快 更是蕴含了一股 足以令碎孽修士心颤之力 随着此猫的出现 但见红光闪烁中 他如同一条游龙 直奔此地 那些与凶兽厮杀的修士而去 这些修士 一个个在灭神谋出现的刹那 立刻心神俱阵 尚未来得及反应过 骤然间惨叫之声 绝空而起 但见那红光一闪间 所有临近的修士 一个个身子轰然崩溃 化作一片血雨 但这血雨却并没有散开 而是齐齐被那红光吸收 灭神谋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修士可以抵抗 闪烁间 数千修士竟然崩溃了一大半 余下的修士 在无数凶兽的厮杀中 更是死伤惨重 只有不多的一千余人 带着浓浓的惊慌急速散开 那红光环绕的灭神谋 并未追击散开的修士 而是轰的一声冲破了此地的虚空 从古神之地外的入口光圈内 逆冲而出 在其脱离了古神之地 出现在了修摩海的瞬间 整个朱雀形轰然一阵 一股无法形容的磅礴气息 立刻就惊天而起 天地原力在其面前呢 都要节节拜托 仿若这灭神谋所在之地 天地原力就不允许存在 红光化作万丈闪烁 灭神谋冲出了修摩海 如同一道红光冲入天际 钢峰层尚未碰到灭神谋 就立刻轰轰碎裂 使得这灭神谋 毫无阻碍地冲入星空 这昔日王族古神的盛气 在隔了无数万年后 再一次叱咤星空 朱雀形外的各方势力 几乎同一时间 便纷纷感受到了这一股 让他们心神俱阵的气息 刚要有所行动 立刻那灭神谋 直接临近罗天一座雷仙大殿 鸿芒一闪 灭神谋穿透大殿而过 那大殿颤抖中啊 轰然崩溃 化作无数碎片 向着四周横扫 灭神谋没有停顿 连续穿透之下 罗天一座座雷仙大殿 齐齐崩溃 就连诗音宗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那一个个棺木 更是在灭神谋 穿透中 砰砰崩溃 就连旗内的尸魁 也在那毁灭的力量下 化作灰痕 联盟各个势力 更是惨重 灭神谋冲入其所在人群 一路穿梭 惨叫四季 凡是临近之人 一个个立刻身亡 其中赫然就有一个联盟势力的碎孽老妇 这老妇凭着碎孽初期的修为 本以为可以阻止那灭神谋片刻 但就在其双手掐绝神通环绕的瞬间 那灭神谋根本就是直接无视一切神通 从老妇胸口一冲而出 老妇眼中露出不敢之心 低头只看了一眼 身子就轰然崩溃 原神竟然也化作虚无 消散了 眼泪子双目瞳孔一缩 连同他身边的众多老者 立即飞出 直奔那灭神谋而去 另一遍 诗音宗同样出动了修士 围攻那灭神谋 就在这些大神通修士 正要围攻的瞬间 那灭神谋却是调转方向 远远的离开 直奔朱雀星 转眼就化作鸿芒 回到了修摩海 更是顺着古神之地入口钻入 消失不见 唯有一个沙哑的声音 在那灭神谋离去的刹那 回荡天地 穿入星空 不等你们前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净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